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个事情必须要有功德之身来做 也就是你必须要用佛性 用佛法来严格地考量自己 你才能做得好 否则怎么能做得好呢 想一想 今天做一件事情 带一点私心杂念 那你说 有功德吗 没功德了 所以只有用功德的身体来把它去除 功德身体就是原始的本性 就是功德法身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功德的身体 你才能去除这些杂念 那么 随用立明 实而言之 是清净法身也 就是说 我随便做什么事情 我要立明 就是要在自己心中 树立功德 所以 为什么经常做功德的人 他嘴巴里跟人家讲话 一开口就是 功德无量 你们学心灵法门 很少跟人家说 功德无量 实际上 你跟人家讲一句 功德无量 你心中就增加一份功德 你们不懂啊 你心中有一份善 你能讲出一份善 你讲了人家一份善 你就能从人家的善当中 回报到自己的心中 你心中有功德 才能讲出功德 才能从别人的功德中获取功德 你们听得懂吗 这就叫 功德无量啊 实而言之 就是实实在在来说这个事情 这样 你的身体是清净法身也 也就是说 你经常把功德放在心中的话 你的法身就是清净了 因为我做了善事 我做的事情都是功德 所以 我不会为自己 不会为名 为利 我才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想一想 你的身体要清净 你做的一万件事情 几千万件事情都想好 你必须利身 利身是什么? 就是把你自己的法性 法身 功德法身 利起来 那么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有功德 所以经常鼓励人家功德无量 并不会因为你说了人家功德无量 人家功德无量 人家说你有功德 你这个功德会多 因为你鼓励了他 他今天做了一件功德 你说 功德无量 他不会沾沾自喜 而是说 没有没有 其实 他就有功德积攒上去了 犹如做件好事 别人说 你做得真好 你说 没有 好事已经做了 不会没有 又不认为自己做的好事太大 值得夸耀 他是不是做功德 他是做了 那人家说他 没有关系 如果他自己说 我做了很多功德 好了 功德没有了 这本书我花了很多钱印刷的 好了 功德没有了 所以要明白一个道理 功德功德 有功即是德 有德便是功 广泛的积累功 就等于有德 师父先把复杂地告诉你们 然后再跟你们解释 广泛的积累功就是有德 功 我们把它称作为善事 广泛的积累功 就是广泛的天天去做善事 做的时间长了 这个人的德性是不是就很好了 你整天都在做善事 这个人是不是有德性了 一个有德的人 他做出来的事情都是有功的 因为他的人品正 他从来不做坏事情 他天天只要想出来的 全是正面 你说说看 他做出来的 想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功 因为他有德了 对不对 有道德的人 他做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功啊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有功的人 是不是以后又会变成德了 一个小孩子天天做好事 他最后是不是一个 有品德的好孩子啊 一个有品德的好孩子 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善事 对不对 功和德缺一不可 听得懂吗 有道德的人 他不做善事 不做好事 有德而无功啊 一个天天去做好事 而不懂得有道德的人 他所做出来的善事 善事里面都有恶的东西 他哪来的德 那功德哪里来啊 所以 真正清静的法身 是功德法身 也就是说 你今天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从本性 佛性 启发出来的良心 这叫功德 师父今天 跟你们讲得深一点 希望你们好好地听 好好地学 你们不知道 佛法 好如烟海啊 什么叫烟海 你看看海 看出去 一望无际 有时候 这个海朦朦胧胧的 像烟雾一样 你是看不到尽头的 真正好的佛法 是让你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像大海的水一样 所以要学这些东西 接下来 师父跟大家讲 要消除孽障 消除孽障 这四个字 师父跟你们讲了好几年了 对不对 但是 消除孽障 要讲到 不见性人 未得消命 师父跟你们 逐一地讲解 如果想消除自己 身上的孽障 但是 你是没有见到 本性的人 你今天想说 我忏悔某一件事情 你就是没有看到 自己本性忏悔 叫不见性人 你就不是从根子上 来挖自己身上的毛病 未得消灭 就是 孽障未除啊 听得懂吗 用现代话讲 你想消除自己身上的孽障 你必须从根本上 来检讨自己 来忏悔自己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想不通 慢慢想 想得通的 先解决 想到最后 要见到性人 就是见到你自己的 本性的这个人 你才会消灭掉 你真正的孽障 过去说 孩子做错事情了 轻描淡写地说一声 对不起 爸爸妈妈会说 你对这个事情 没有深刻的认识 你今天把这个家具 打碎了 你已经打碎 多少次了 你没有从本性上 去认识 因为你经常 毛手毛脚 所以 你经常会打碎 如果你从本性上 去理解它 哇 我这个人以后 不能毛手毛脚了 你认识了此事的 真正的含义 你下一次 才不会再把这个东西打碎 你的心中 老有想法 你的孽障 能消吗 比方说 今天讲你身上有个毛病 你的脾气 怎么这么不好 在讲你这个毛病的时候 你还没有见到 你的本性 你就会不想去改 其实 一个人的原始本性 良心 非常善良 他可以想 哇 我的脾气是不好 我真的要改了 从心里去挖 那么 你就会全盘接受 人家对你提的意见 如果你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意见 在心中铸造了 一层层障碍墙 人家不管讲你什么 都被你心中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全部挡回去 你就是 见不到性人 没有见到 本性的你自己 你是 未曾消灭 就是说 你的孽障 是消不掉的 为什么很多人 做错事情 会痛哭流涕 那是真正的恨自己 真正的恨自己之后 才能真正的改变啊 不当回事 是改不了的 第二句话叫 若见性人 如果你见到了本性的自己 如日月照霜雪啊 听得懂这句话吗 如果你见到了你自己的本性 你来改自己的毛病的话 如日月 天上的太阳 月亮照霜雪 什么意思呢 雪在太阳下会不会融化啊 月亮照着雪山 晚上会不会慢慢地融化啊 师父告诉你们 就犹如日月融霜雪 也就是说 我们身上的毛病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本性 实际上 我们就掌握着太阳 有了这个太阳和月亮之后 你就可以随意改自己身上的坏习惯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